10万股东请注意 您的股票需缴款配股 错过将亏9% 时间窗只剩4天复攻略 炒股就看 权威 专业 即使 全面 助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 又一家A股上市公司进入配股缴款阶段 目前仅剩下4天的配股缴款期 根据估算 目前仍持有中科三环的投资者 若未及时进行全额配股操作并缴款 出权后将直接亏损近9% 故为了避免白白产生损失 相关投资者务必要记得全额参与配股并缴款 中科三环进入配股缴款 旺季配股获亏近9% 中科三环公告显示 公司已进入为期5个交易日配股缴款期 除去2022年2月16日后 接下来只剩下4个交易日的配股缴款期 持有中科三环A股的投资者 需要密切留意相关事项了 根据中科三环的公告 公司本次配股价格为4.50元每股 以股权登记日深交所收市后 公司总股本10.652亿股为基数 按美食股配售1.55的比例 向全体股东配售 共计可配股份数量为1.5978亿股 中科三环配股代码为080970 配股简称为三环A1 配 投资者若要完成配股 必须根据配股代码进行委托申报 并进行缴款 值得注意的是 投资者如果忘记配股或者落配 往往会造成一定损失 这里的原理是 在配股完成后 二级市场股价将以除权后的价格作为参考基准 行情软件呈现的股价在除权后一般会下降 截至股权登记日 中科三环A股报13.87元 若按照此价格和配股价进行计算 配股完成后除权价格为12.65元 这一价格比股权登记日的收盘价低近9% 这意味着如果投资者持有中科三环 在配股期未及时配股并缴款 除权后将直接亏损近9% 资料显示 中科三环的A股股东数在10万左右的水平 中科三环控股股东北京三环控股有限公司 承诺将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可配股份 另外 中科三环为北向路股通标的 还涉及香港投资者参与配股 中科三环公告称 发行人为内地与香港股市互联互通标的公司 需通过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安排向香港投资者配股 中科三环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 预计不超过人民币7.2亿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 你全部用于宁波科宁达基地新建级既改项目 以及中科三环干州基地新建项目 对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目的 中科三环在配股说明书中称 在目前稀土融词行业中 公司为国内行业内最大生产企业之一 近年来公司经过市场调研和产业研判 决定在干州与南方稀土集团 合资成立三环新材料公司 设立高性能稀土融词磁体生产基地 意在充分发挥投资双方各自优势 同时计划对宁波生产基地现有工厂进行适当产能提升 改造和工艺配套能力的建设 因此计划实施宁波科宁达基地新建级既改项目 本自宁波科宁达基地新建级既改项目 和中科三环干州基地新建项目的建设 将巩固和发展公司行业轮投地位 优化战略布局的需要 并辱助于公司生产工艺及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 产能的提升和质量的稳定 这套能力的自我完善 既有企业发展的需要 也符合我国稀土融词材料行业发展的要求 资料显示 中科三环是A股市场稀土融词概念股之一 根据中科三环2020年报资料 公司主要从事稀土融词材料和新型磁性材料 及其应用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 产品广泛应用于计算机 家电 风电 通讯 医疗 汽车等领域 公司的经营模式是从事女铁棚稀土融词材料 和新型磁性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 业绩驱动模式为开拓磁材产品的市场和应用领域 在过去的2021年 稀土融词概念股受到市场追捧 2021年股价涨幅达70% 中科三环此前发布的2021年度业绩预告显示 公司预计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盈利3.3亿元-4.9亿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155.18%至278.90% 除了中科三环外 目前已有不少公司发布配股预案 这意味着后续这些A股公司也可能会实施配股 按照进度来推算的话 其中获得证监会受理或证监会审核通过的公司 后续有望率先进入正式配股流程 据记者梳理统计 自2021年以来 已有在内的多家公司发布配股预案 一配股后一般股票是涨还是跌 从历史规律来看 配股后的股票走势有涨有跌 配股不是走势的决定性因素 二 要不要参与配股 如深爱 请配股 如不爱 赶紧卖 配股要不要参与 最重要还是看公司质地 以及资金用途 配股本身不是利好也不是利空 三 配股怎么操作 很简单 只要你在股权登记日有这个股票 那么你的交易软件会显示 你一共可以获配多少股 然后你在配股缴款期间 输入配售代码和配售价格 按照最大配售量买入即可 四 是否可以多次挂单 可以多次分批买入 可以撤单 无需手续费 不过没啥必要 既然选择配股 就只有选择缴款这一条路了 五 没有钱配股怎么办 如果在股权登记日前 没有钱参与配股 可以卖出部分持仓来缴配股款 比如满仓5000股没法参与配股 市价卖掉1000股 再折价配股回来 六 我不参与配股也不卖股票 会有损失吗 有 配股后会除权 如果未参与配股 因为持股数量不变 将直接产生损失 七 可以部分配部分不配吗 不建议 如果决定配股 最好配足 否则倒立同上 花 如何计算配股数 如果持有1万股 配股方案是10配3 那就能获配3000股 九 如果确认配股是否有效 由于认购配股时间是有限制的 逾期未缴款者 做自动放弃配股权处理 后面没有办法不缴款 因此 在配股后 对认购是否得到确认十分重要 配股投资者可通过查看交割单 拨打券商电话等多种途径验证 以确定认购是否有效 也提醒投资者 参与配股最好不要赶末班车 以免万一操作失误 没有时间补救 10 获配股票什么时候上市 配股并不是马上到账的 配股缴款结束后 公司刊登股份变动公告后 经证券交易所安排 另行公告上市时间 上市即可交易 没有限售期 11 账户里有钱 可以自动扣款吗 不可以的 一定要自己手动挂单 12 配股要交手续费吗 不用 用金 过户费何以花税 发行手续费等通通不用交 13 如何及时了解配股信息 配股从消息公布 到股权登记日之间 一般就隔了几个交易日 有些股民尝试先装死 万一所持股票将配股而不知道 既没交钱也没及时卖出 将损失惨重 该怎么办呢 对于配股信息 上市公司会连续发布公告进行提醒 证券公司一般会在行情软件和官网上 进行提示 此外有的证券公司还会通过电话 短信等方式通知投资者 也提醒大家 手机尽量不要平地券商的服务号码 但由于投资者联系方式变更等缘故 人会有联系不到投资者的情况 因此证券公司经常提醒投资者 及时更新联系方式 如果你不是经常看盘 现在就拿起电话 向证券公司核对更新你的联系方式吧 这可不是一句通话 确实很重要 14 配股和送股 转股有什么区别 有人以为 配股和送股 转股一样 不理他就行了 等着自己到账 这实在是大错特错 送转和转股属于分红类型 配股则是在融资 送股将盈于公积金 或未分配利润转化为股份 派送给股东 转股将资本公积金转增为股份 派送给股东 配股 配股是上市公司 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 向原股东进一步发行新股 筹集资金的行为 可以看出 送股 转股主要区别在于股票来源不同 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 只知财务处理不同 无需深究 对于送股 转股可以不去管它 也无需缴款 任由送转的股份到账 但配股很不一样 它属于一种选择权 你可以配股 也可以不配股 如果你要配股 一定要自己手动选择 账户里有钱也不会自己给你配 一旦你在股权登记日持有该股 又未进行配股操作 那就视为放弃 将遭受折价损失 15 配股和送股 转股除全价的计算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配股和送股 转股唯一的共同点可能只有一个 都要除全 但除全价计算不一样 比如说10元的股票 10纵 转配2 配股价8元 出全价为 送股 转股 10 等于8.33元 配股等于9.67元